再讀到那个就是我们Python里面 不过未来其实如果说你这个资料已经在云端上面了 甚至你也可以不需要把它下载再读取 其实甚至你也可以怎么样 直接就把这个档案当成是一个网络来源 然后就可以把它读到Python里面 当成是一个网络来源 不过你可能要学会一点就是 如果使用云端里面的发布 发布网络来源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就是你只要把一个TST档丢到Google硬碟上面 然后其实你可以把它发布成一个网页 这个有个功能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发布到网络 其实发布到网络这边 你可以怎么样 我已经发布过了 这边有个叫发布 你按发布之后的话 它这个TST档里面的资料 就会丢到这个网络网址里面 那也就是说你将来 你可以透过网络爬虫去抓什么 抓这一个连结就好了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会有个连结 是一个类似像Open Data 就是开放资料 那将来如果说你只要更新这个档案 那其他程式只要抓这个来源就OK了 所以很多很多电脑 你就抓这个来源就好了 那不用特别去驾站 因为云端硬碟已经有提供给你这个功能 所以有时候以前可能会放在Server上面 那Server有个缺点 就是你随时 你一定要是正常的连线状态 但是稳定度可能甚至比起来 应该没有Google来的稳定 所以有的时候甚至有些Data 都干脆放在云端上面 然后将来如果要抓的话 就直接抓这个连结就好了 那比如说它有很多的IoT 那可以自动去更新这个Data 然后他们全部都互相同步了 或者把他们抓的东西丢到某一个云端 也是可以丢到这上面 然后互相可以同步资料 也是一个方法 或者手机上也可以 就是一个来源就对了 就不用一定要下载 这个后面会再讲 就是你也可以怎么样 不一定下载 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档案的部分 所以早上主要是提到 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下载 下载格式当然很多种 我们是把它下载成TST 那接下来的话 除了这个范例之外 我们早上又提了有关这个学生资料 那学生资料的话 我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 第一个 将来其实你也可以发布 所以未来 这个当然如果你 后面也许我们讲到的时候 我们再做个变化题 如果同样的东西我不下载 那我直接就是在云端上怎么处理 不过这边的话 后面会提到 可能要讲到网路爬虫的地方 再跟各位说一下 主要当然这些都实务经验 因为这些不见得每个都会这样用 可是我是看到说 这个东西可以这样用 那我就不用丢到我伺服器上面 不然伺服器其实也可以丢 会变成说会占一个流量 像有些时候流量很大 你干脆丢到这边来 我觉得这还蛮稳定的 而且好像已经用了十几二十年 都没什么问题 Google也不会用因为说你用的流量很大 它就把你封锁掉 像有没有 我的东西都放云端上面 甚至我们一上课的时候 有没有就下载那个懒人包 它的懒人包有没有 这个懒人包里面 大概也有个四五百枚吧 那你看每个人 上课你看 每一个人就下载一次 回家又下载一次 一个人可能一G的话 我们这个已经上了不知道多少期了 可是它不会因为说 我放这东西流量这么大 它把我封锁起来 还是可以继续用 而且我已经可能用Google的流量 不知道用多少了 而且它非但 没有没有封锁 它还给我更多 你看我现在有二十八区 我这边有流量 我这边有二十八区 那为什么有二十八 一般是十五区 我也不知道它怎么算的 它是算 好像是 它多了几个东西给我吧 原来十五区 然后后来又提供给我什么 因为我是什么 最早使用的 它有什么先期导入 什么使用者之类 它又多十区给我还是怎么样 然后又什么什么 又多了几区 搞不清楚 好那这边的话 我是建议这个 其实也还蛮可以 跟其他地方串接使用 那我们刚刚早上 主要最后讲到这个下载 把它下载成CSV 学生乘机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能够把这个结果下载之后的那个结果 那因为我是下载到这个路径 那我可以怎么样把它开起来 最后做出来 就长这样子 就早上讲的 我希望一 也许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完成 一我要把它读到Python里面 二的话呢 就是算出它各科的总分 平均 跟它的最高分 跟最高分的是谁 OK那这个部分的话 最高分是谁是最麻烦的 OK那要怎么写 首先我们第一阶段就是把它读进来 那读进来的话呢 其实跟早上一样 我们可以在这里 就是第一个把它用F等于Open 早上有讲过了 然后给路径 那路径的话呢 我的习惯就是直接到那个 我们下载这个路径 这边点一下 因为它的好处是可以复制 因为未来如果 我是建议 有些时候路径或这些 你可以复制你就复制 为什么 因为复制跟你重打 就是不一样 因为之前有同学自己重打 打完七块 不就是少一个 打错一个字 不就是打错一个什么符号等等的 那就会有这样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像我路径 我一直用复制贴 好处就是不会出错 所以我写程式 基本上我会考虑的点 就是尽量不要写错就好 因为其实程式很麻烦 他一定要写100分 你不写100分 99分也 我讲过了 99分错一分也是bug 那你以后为了那个一个bug 你可能要找很久 应该都有写的习惯 所以你要慢慢能够 学会一个方法 就是不要写错 就是好方法 那我的方法就是用复制的 贴的话这样应该总不会有错吧 如果你复制贴你还贴错 那真的就没有办法 所以我贴上之后后面再加上这个 这个甚至也可以用复制的 像这个名称有没有 有这个偷懒你可以 切过去之后 然后把它怎么样 直接按右键 那个档案 把它按右键 把它重新命名就好了 像那个档在这里 按右键 这边有个重新命名一下 反正这个方法 大家用贴过去就好了 OK 然后再来前面加个小R 那如果你不加小R的话 你把这个反斜线 全部改成正斜线 也OK 或者把反斜线改成两个反斜线 也OK 哪个方法比较简单 你就哪个方法 我自己是习惯用加个小R就好了 加个小R OK 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 好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就一个什么R 那再来就是说呢 因为这个档案是从网路上下载的 那因为我们刚刚开的是乱码了 所以我把它改成ANSI 所以后面不用加encoding等于这个UTL8 然后我就利用什么呢 早上讲过的 我把它read 用readize OK 特别趣 readize就是把它里面的每一行全部读进来 OK 那读进来放在一个list的A里面 不过呢 你会发现 那个档案里面因为不止一个栏位 总共会有1 2 3 4个栏位 所以特别注意 跟早上不一样 早上是只要一个list就好了 这边有4个 所以我的习惯 因为我想一个简单的方法 像那个Excel里面是ABCD栏 所以我干脆怎么样 用同样逻辑好了 我不想记太多 那我就干脆就建 这个是放A的list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边取名称很特别 叫ABCD 总共会产生4个list OK 不过这有个缺点 就是好像会产生4行 所以就会想说 有没有办法可以把它变成一行 OK 像这边的话 印象中好像可以这样 有没有办法把它变一行 以前的写法是可以怎么 A 这个可以再想想看 那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我要产生的是那个里面的最高分 所以我必须在这里面产生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叫Bmax OK 那Bmax就最高分 就B的话指的 这边指的是国文 所以国文最高分就叫Bmax 数学 英文最高分就是Cmax Dmax 顾名是C 所以这边会产生最高分 总共会有三个变数 那其实在Python里面 如果你要把它说短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不用像上面一样 B等于0 C Cmax等于0 你可以怎么样 全部串在一起 它全部的预设值都是等于0 这样就写一行就好了 但你想说上面Q不可以 特别说串列不行 不过串列好像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缩短 也许我们等一下再看 另外的话呢 最高分的人那个是谁 所以我又产生一个什么 Bname Bname是说 那个最高分的人是谁 Cname Dname 意思类推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把它怎么样 把它的资料全部都串 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我们第一阶段 也许我就先把资料 先全部显示出来就好了 所以我这边先把它注解起来 我们先把资料先print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print 特别注意呢 我这边先不用 我先把那个 这个先 这边先不要 那我要把它全部读 把它显示出来的话 第一个 我就print 它的栏位名称好了 因为我想 假如说我 放进去的时候呢 我放A B C D 我不要放栏位名称 那我栏位名称独立去处理的话 第一个 第二个话呢 那我为了要避开栏位名称 所以我for i in range 的话 从一开始 因为读的话串列是从零开始 串列从零开始编号 那我从1表示说我跳过 那一个什么呢 那一个栏位名称 然后一直到哪一个呢 到它的总长度 OK 其实就是什么 因为零开始 所以它一定会是 最后那个编号一定是总长度减1 OK 所以我们就是刚好用 它的L1N总共几个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怎么样 把它里面的资料 那假设说我要逐一逐一的什么把它放进去 并且把它print出来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的话 就是把那个ABCD 分别把它怎么样 把它放到这个ABCD 后面加一个什么append A.append 然后把什么呢 把这里面的 因为我必须把它切开来 所以前面讲过嘛 第一个 我先把那个资料切开 所以这边有个List2等于List1Splitter 有没有 我就把什么 把这个 这一笔资料 假设我读到是 从1开始 就读 刘小华 然后一直 后面就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之后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资料 总共会有四个资料 切开之后放到List2里面去 那List2里面的话 分别把这个放在A 所以A.append 有没有 List2里面的0 然后B的话呢 就是放那个List2里面的1 那一直在一推 A.b.c.d 分别把它放进去 那放完之后的话呢 我再把它print出来 基本上 这个A就放这个 B.c.d 不过因为呢 切开来之后是文字 所以我要把它放到里面的时候 我要把它转换成数字 就整数的话 前面加int 所以A.b.c.d 就分别怎么样 放到我们的那个List2里面了 最后的话呢 我要把它print出来的话 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资料 分别把它输出 所以请各位先试 最后这个D 因为它后面会多一个换行 所以必须把它用strip把它拿掉 OK 请各位先试着 先输出到哪里 因为就先输出上面这一串好了 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报表先不要输出 如果我今天只要输出什么 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名称 跟底下的成绩列表 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做下半部 就是它的那个报表部分 就是第一个 因为我有ABCD栏 所以我这边就是 以后我的想法就反正有ABCD栏 那我这边干脆就是A A等于一个空字串 一个空的串列 BCD 不过后来呢 我好像在不知道哪边 也这样找到一个更简单 因为我想说如果要写四行 那采用点浪费空间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 很多个串列的话 那用这种写法是OK的 我刚刚试一下OK 就是A豆点 B豆点 意思是后面的话就第一个空的 第二 那跟那个什么呢 底下这几行就不用了 这样感觉就清爽 OK 突然四行变一行 这一招可以学起来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找到 我不知道看哪边 突然看到这种写法OK 但是如果说你将来 如果你有很多个变数 它的初始值都一样 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等于0 这边等于空的 主要就是 这四个是放四个栏位的资料 然后这个是放最高分的 是谁 最高分几分 最高分是谁 那接下来我就把它print 并且我跑个回圈 for i in range 那我先怎么样 先输出这个上面的资料 所以我就其实直接把这个东西print出来 那因为它后面一样会有换行 所以我就把那个换行拿掉 输出了OK 那第二阶段的话 我就要把那个总分平均 最高分 最高分是谁 把它做出来 所以呢 接下来我就把怎么样 把这个里面的资料分别 把它怎么样 切开来 并且放在list里面 现在还没放 所以分别 切的话就这一行 所以我就 早上有讲过 切的话呢 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里面 因为我切的话 特别注意为什么从1开始 因为1 这个D0个这个不行吗 你切这个放进去 没意义吗 因为这个是栏位名称 它只是姓名 我们主要是抓下面 所以这边我从1开始 从这边开始抓 那这个就放A 这个就放B 放C放D 那怎么放呢 基本上第一个先把它spread 先切开来 第二个的话呢 我就把它放A栏 那放A栏的方式 我早上讲过 A append的就好了 然后呢 把姓名放进去 B也把它放进去 那以此类推 A B 接下来的话呢 C D一样 我这边我刚刚提到 C跟D 不过呢 我这边有个需求 我要算什么呢 算它的最高分是谁 所以最高分是谁 那我当然B的部分下方 我这边有写一个逻辑判断 那我刚开始想到的 我就想说 我要怎么知道呢 到底B B值的是什么 国文就对了 有没有B栏里面 B值的是B栏 B栏里面呢 这些分数哪一个最高分 其实最直觉就是 干脆怎么样 我就先把第一个读出来 然后呢 跟第二个比 如果高的就留下来 然后呢 再来跟这两个高的留下来 跟第三个比 高的又继续留下来 所以回圈的话 这边我就写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的话呢 就是如果 我现在读到的这个成绩 如果比那个Bmax Bmax预设等于0 不过第一个成绩一定会比B20一定是大 所以先把它怎么样 先留下来 先留下来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成绩先放在Bmax 所以第一次 应该会读进来的话 会读80 80一定比0分大 所以80留下来 那第二个的话呢 再跑一次回圈 第二次的话呢 58跟80谁大 80比较大 所以80又继续放在Bmax 直到最后发现 还是这个80分最大 所以我就知道80分是最大的 那另外的话是谁 是谁的话 因为它同一列 所以我就在底下这边有一个什么 把它同一列 同一列的什么呢 第一个成绩 把它存在B内 意思是说 如果我找到这个最大 那它旁边的这一栏的资料 我把它存在B内里面 因为我就知道 它的成绩是最高 OK 那以此类推 所以B做一样的事情 那C怎么做呢 其实C的话 甚至你可以拿上面来复制 比如说我这边把它复制 贴过来 其实基本上不用改太多地方 只要改哪里呢 改这个地方的话 我可以把什么 蓝 地起蓝 本来是这个list里面的 本来1是国文 那我要的是 这个哪一个呢 我要的是英文 是这一栏 所以这边记得要改多少 这边要改2 OK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2 然后呢 这边改什么 改C 对不对 OK 然后这边一样改 这边改2 OK 那底下这个不用改 前面这边要改 改成C 这边改成C 所以其实它逻辑一样 只是说它的那个 蓝数不一样 还有变数名称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所以D的话也是一样 把它贴过来 然后改一下 因为它就变成是 第四蓝 所以第四蓝的话 这边改成3 0123 OK 然后这边的话放在Dmax 那这样的话我就知道 最高分几分 是谁了 OK 因为底下有一个逻辑判断 那再来的话 底下我就再做一个报表 所以Print Print的话我就中心加个分格线 那分格线里面的话 就是国文总分几分 平均几分 不过因为这边的话 我希望把它做个Format 所以Format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里面呢 我就先放国文总分 我希望取得到整数 所以前面有讲过嘛 你这边可以给个大瓜糊 有没有 双一号两个国文总分 然后因为我要放整数 所以就冒号加一个D 这样的意思是说 在这边放一个整数 然后平均取到小数点的D2V 取到小数点D2V还讲 冒号 大瓜糊 冒号 然后点2F 然后后面的话就加一个点Format 然后怎么样呢 把这个后面的东西分别 点Format 然后这个Format里面的话呢 我就需要什么 给它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就总分 总分的话我就什么 Sum Sum的话 Python里面有一个方言叫Sum 就加总 加总哪一个呢 把B栏的东西全部加总起来 所以这边Sum B就可以了 OK 然后后面的话 够点 够点的话呢 我就再加个什么 后面少一个后瓜 够点之后的话 就是平均 平均的话就是什么 Sum除以 它的总共有几个 所以Sum 这个 然后把它什么 除以 后面的话就除 除以它 总共有几个 所以这边的话 加一个LEN 用LEN去算 算什么呢 B里面有几个 所以把这个B放进来 这样的话就算出平均的 总分平均放过来 最后的话呢 最高分就Bmax 姓名的话就Bnam 那意思可以推了 其他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逐一逐一的输出 我们直接执行来看一下 理论上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 OK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的话呢 就列一个清单 下面的话呢 就分个符号 然后呢 底下 就可以看到 我们就是把这个国文 因为国文是B欄 OK 我这边用B欄 那B欄里面的话 就是把这个sum完之后的结果 丢到这边 算出它的总分 一定是个整数 那把这个总分除以它总共几个 然后把它丢到这边 格式化成小数点第二位 看到就这样 然后最高分就Bmax 是谁 就这样 然后这样的就一个 其他这底下这两个 可以把它复制贴 来改就可以了 其实大体上差不多吧 有没有发现 其实基本上 这边都一样 只是把B改成C C改成D 其他都一样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不过这边的话 可以再把程式简化一下 因为我都习惯 第一个写完程式之后 一定要让它感觉 程式越少越好 有没有办法让它 因为我就想说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不要写这三行 这边有三行 总逻辑判断 假如说我不要写这九行的话 那其实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 用什么 用Index 因为我们这边 这个地方主要是要判断它最高分 是哪一个 然后另外的话是谁 所以其实最高分 这个应该可以用一个函数叫max 去查V就可以了 max就是查到这个串列里面最高分是谁 它return就最高分 OK 然后呢 但是我要找到最高分那个位置在哪里 那我可以用index 所以基本上 你们可以想想看 这个程式还可以再更精简 只要你会用 那个max跟index 这两个方式的话 那九行就不用写了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来切一下